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加拿大移民入籍程序将简化 温哥华南部大火导致艺人受伤 BC省周三晚间将迎来更多降水 BC省财政厅公布2023财政预算案 卡城公交客运量恢复到疫情前 知名景点酒店房间已被难民占有 欢迎来到雪宴传媒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3月1日星期三 我是Janice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关注雪宴传媒SG新闻空间站 及时获取加拿大最新焦点新闻 突发新闻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加拿大移民入籍程序将简化 据报道最快从今年6月开始 加拿大移民可以自行宣誓成为公民 不需要法官在场 根据加拿大公报最近公布的计划 这一变化是移民处理现代化和数字化的一部分 预计目前的公民申请处理时间将可缩短三个月 但加拿大公民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加拿大移民警告称 此举将彻底改变几代新移民数十年来的习惯 并进一步淡化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意义 加拿大移民说道 这只是进一步降低了成为加拿大公民的重要性 点击条款和条件就能成为加拿大公民 像创建一个脸书或抖音账户一样容易 自1947年以来 加拿大一直将宣誓作为申请公民的法律要求 这是申请人遵守加拿大法律 并履行公民义务的庄严誓言 根据提议的改革 移民部长将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预许公民申请人以其他方式宣誓 而不一定是在获得授权的人面前宣誓 接下来为您播报加果新闻 温哥华南部大火导致一人受伤 据消防人员介绍 周二温哥华Dunbar Sutherlands社区 发生的一场房屋火灾导致一人受伤 数人流离失所 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表示 成员们在上午9点左右 对西南海岸大道和邓巴街附近的大火做出反应 发现一栋独立住宅的屋顶浓烟滚滚 工作人员确定这起火灾是由炉子上锅里的油着火引起的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该物业是否有有效的烟雾警报器 但消防人员表示 这起事件应该提醒人们 在每一层楼和每一间卧室外 都应该安装一个功能性烟雾警报器 消防人还敦促居民做饭时要小心 并制定家庭逃生计划 火灾中唯一受伤的人手臂被烧伤 并驾车前往UBC医院接受治疗 BC省周三晚间将迎来更多降雪 BC省南海岸的市政当局正准备迎接又一场冬季天气 加拿大环境部星期三上午发布了一份特别天气的声明 警告天气预报中会有更多的雪 气象机构表示 一个太平洋封面系统正在从北部移动 并将在傍晚之前将混合降水扩散到该地区 温哥华和弗雷泽谷西部的低海拔地区将主要降于 内陆和海拔更高的地区可能会出现积雪 预计北岸以及弗雷泽河谷西部和中部地区将达到5厘米 温哥华部分地区的降雪量是最初预测的周二的两倍多 加拿大环境部预计会下降2至4厘米 然而根据其网站上的数据 温哥华国际机场的降雨量约为8厘米 北岸为11厘米 温哥华目前出现了重大盐雾 大约有7条航线不得不全部停航直到情况好转 到周三早上温哥华大部分的街道都被清扫过 并撒上盐 但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冰冻状态 BC省财政厅公布2023财政预算案 BC省财政厅于昨日公布2023财政预算案 据报道 预算案将投资于改善医疗与晋升健康护理 创建更多可负担房屋 发展绿色能源 并提供更多生活开支补助 财政厅预计2023到2024年的预算赤字将达42亿元 省财政厅长康洛奇表示 在未来三年内 对报道的同样价格典 以及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新行动等 以及2022年1月每周70万载客量 ETS将其公共客运数量的恢复归功于其在长达数年的疫情期间 提供全方位服务水平的能力 改善可达性 增加按需交通服务 在公交网路重新设计后设置高速公交路线 以及2022年11月使用UPES向成人和学生推出ARK票价支付系统 2023年公交服务将得到更多改进 包括将一些非高峰时段的公交服务时间 移至上午和下午高峰时段以外的更多服务 增加按需公交服务 将ARK扩展到更多团体 以及雇用更多公交治安官以提高乘客安全 知名景点酒店房间已被难民占用 加拿大最具知名的景点 尼亚加拉大部部市 大约有2000个酒店房间已被难民占用 自7月以来 共有近3000名寻求庇护者被转移至该城市 造成巨大压力 尼亚加拉大部部市市长表示 我们努力成为优秀的加拿大人 总是伸出援助之手 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都是有限的 这个问题很多方面对我们社区产生影响 数以万机的寻求庇护者 在非常规的魁北克过境点步行进入加拿大 约5500名已被送往安省的边境城镇 包括尼亚加拉瀑布 温莎和康沃尔 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表示 随着魁省的避难所以及IRCC租用的酒店达到容量上限 它从7月开始将抵达魁省的庇护者转至安省 截至2月13日 已有2841人被转移到尼亚加拉大瀑布 这些庇护者的祖国包括海地和哥伦比亚等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